大家好,我是健康1.0小编CA 今天要来说说关于的是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 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湿气的话 往往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疾病 但是去除身体湿气的一些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像饮食调理、药物以及按摩、刮沙、拔罐等 对于拔罐和刮沙哪个效果更好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拔罐和刮沙哪个趋势效果好 拔罐和刮沙的目的都不再趋势 在中医辩证中 拔罐的原理在于 通过物理负压的挤压作用 造成血管破裂、出血 血液渗透到区域性组织、疏通淤质 达到调理身体平衡的作用 其主要功能并不在趋势 而在于通筋活络、刑气活血、消肿止痛、解毒等 同时,拔罐还有泄火功能 常用来治疗各种食症 包括热症和寒症 刮沙与拔罐的原理相似 刮除沙也是同样的道理 通过在经络、血位上治疗 对于发烧、中暑、感冒等时症有较好的疗效 也能很好的缓解上火等热症 相比之下 刮沙作用在浅部 而拔罐的作用更深层 趋势主要靠内治 而非外治 湿气重的患者首先要变症湿的形别 可以采用立湿的药物 缓解表面症状 由于湿气重的根本原因是脾胃运化功能弱 因此,趋势之后 还得调理脾胃 从根本上改善体质 湿气重怎么办 食疗一 清热区是周赤小豆30克 白扁豆、易蚁人、木棉花 芡食各20克 灯心花、川壁蟹各10克 赤芙苓15克 江川壁蟹、赤芙苓、木棉花 灯心花洗净水煎至二碗 去扎取枝 加入赤小豆、白扁豆、易蚁人、嵌食同煮盛粥 温热浮食 适用于因暑热而引起的小便不利 味质不适、负账碗们等症 二、易蚁人茶原料 易蚁人、赤小豆、蛋竹叶、马赤剑、嵌食 将一小包、易书糖、易蚁人茶放至一杯开水中冲泡 三横限四分钟即可饮用 每天一杯 简单易操作 淡雅飘香 清热区师 是居家和办公室的休闲区师首选 运动区 吃体内吃气重的大多数都是饮食油腻、缺乏运动的 这些常常会感觉身体沉重、四肢无力而不愿活动 但越是不爱运动、体内预计的湿气就越多 久而久之 必然就会导致湿气攻入脾脏、引发一系列的病症 运动可以缓解压力、促进身体器官运作 加速湿气排出体外 跑步、剑奏、游泳、瑜伽、太极等运动 有助活化气血回圈、增加水分代谢 注意饮食禁忌外部环境仅仅是诱因 体内环境太湿才是主因 中医认为脾胃主湿 所以 在湿气如此重的环境中别吃伤脾胃的食物 比如 凉拌食品、冷饮 喜欢吃甜食的也得尽进口 因为甜腻化湿 另外 酒注湿鞋、酒精少碰为好 调料区湿葱、姜 算是我们家用最普通的几种调味料 它们在为我们的菜肴增加味道的同时 还有着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 在春天里 万物生法 本身就应该多吃一些葱、姜、蒜 而针对体内的湿气 我们还可以尝试在家里煮一碗热辣辣的姜汤 用姜汤的绝妙效用将体内的湿气逼散出来 带到全身发过汗以后 病症就会有所缓解 这个办法同样适用于淋雨后预防感冒 闭环境的湿日常生活最好减少曝露在潮湿环境中 尤其对湿气敏感的 更应流星下列事项 不要直接睡地板 空气中水分会下降且地板湿气重 容易入清体内造成四肢酸痛 最好睡在雨地板有一定距离的床上 潮湿下雨天减少外出 不要穿潮湿未干的衣服 水分摄取要适量 上面给朋友们介绍了一些 关于初级我们身体湿气的一些方法 效果还是不错的 如果我们要想深层的厨师 建议朋友们还是选用拔罐这种方法吧 如果朋友们在平常生活当中配以适量的运动 多吃一些有利于厨师的食物效果会更佳 看完后是不是觉得CA小编在健康1.0分享的迷思破解文章很好呢 想看更多好文或是喜欢健康1.0的文章的话 可以按赞追踪拒绝黑心 为健康把关并分享这篇出去给大家一起看看哦 请不吝点赞同一位